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一三博士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一三蜜桃说 那我在临床工作中啊碰到很多女生都跟我抱怨说 哎呀男友不爱戴套 那就会用体外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避孕 可是女生自己又很紧张 不停的问我说 哎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能不能很好的避孕啊 我到底会不会中招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强调一点 就是戴套 才能够更好的预防性的各种传播疾病 不仅仅是为了避孕 如果只用体外设这样的方式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预防任何的性传播疾病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想清楚 体外设经这个方法呢 在英文里面叫做Pull Out或者Withdraw 它指的是呢 男生在刚有感觉 在攀升到顶点之前就及时的抽出 但是这个时机的把控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研究发现如果男生能够一直把这个时间把控的非常精准 非常完美的去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么每100次爱爱当中大概有4次会不小心中招意外怀孕 可实际上呢 很多使用这个方法的情侣们呢 很难把握准这个时机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美国这边的大数据是发现 每年大概都有22%左右的女性 会因为这个方法而意外怀孕 所以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如果你们没有做好怀孕的准备 就千万不要 单纯的只依赖于这个方式来避孕 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方法不能够100%的成功呢 里面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机把握不准 因为很多时候男生没有办法保证一定在设之前 及时的抽出 而男生今夜中的精子含量 在设的最前段的时间浓度是最高的 所以哪怕快速的抽出了 但是前面已经有一点点设进去了 那那个浓度那么的高 女生受孕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机把握不准 大大增高了女生怀孕的几率 第二种可能呢就是男生其实在射精之前 兴奋的时候本身龟头就会分泌一种 透明的粘稠的液体 甚至有时候还会低下几滴 那这个液体呢叫做预射精液 pre-ejaculate 它其实是我们的尿道求线液 就是在男生性兴奋的时候 尿道求线会增加尿道求线液的分泌 大家知道精子在体内可以存活长达七天 如果男生在不久之前射过精 那么就可能有一部分的精子还残留在尿道当中 那当这个尿道求线液在分泌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跟之前残留的一些精子 混杂在一起一起出来 当然这个浓度是很低的 那导致女生受孕的几率呢也会比较的低 但是还是会有受孕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非常努力的使用体外射精这个避孕方法 但还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想跟大家强调 在爱爱的过程中 享受性爱和保证安全 还有互相尊重都是同等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呢 如果没有做好受孕的准备 就一定要做好避孕的措施 套套戴起来 不要单纯的依赖体外射精 也希望男生更加的尊重和保护女生 也希望女生们更好的保护好自己 如果女生们你们并没有做好受孕的准备 你特别希望对方戴套 就一定要提出来让对方去戴套 没有套套就不趴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精神 如果你的伴侣不顾你的感受 不顾你之后 是不是非常恐惧怀孕这件事情 还是要坚持不戴套套 那么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大家也要去考虑一下 这样的男友你到底想不想要 那我们这期的一三蜜桃说栏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给我来信留言 告诉我你的困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podcast频道和youtube频道 我们之后会为大家做更多的性相关的科普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